顏色 每次都給他不一樣顏色 你不能說每次都給一樣的顏色 然後最後可以切過來 檢視的話按下去可以跳到這一頁來 OK 那有個清除按鈕按下去的話 最後呢可以把干測圖裡面清空 OK 大概類似像這樣 那我要怎麼樣去完成這個練習 請各位先大概看一下 在這個 我們課本上面的 192頁的地方 首先的話呢當然我們需要個介面 這個介面的上面的話呢 就類似長這樣 各位 請自行 輸入上面 請輸入日期 這邊給使用者輸入日期 那其實最好當然可以讓使用者直接有一個可以選日期的一個 萬連例 點下去跳出一個萬連例讓他選完之後跳 回來 不過這個地方以sale裡面設計 可能有點困難 有點困難 那或者你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 下拉選單也好 或者等等 OK 然後呢 這邊我是用下拉選單 那下拉選單怎麼做呢 其實前面有講過嘛 你可以用什麼 在資料裡面的什麼 資料驗證 那我資料驗證裡面呢 我就自己加了一些來源 來源裡面的話呢 我這個項目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直接寫 寫固定的 那天數的話呢 最多我給他9天 1到9天 所以我也在 資料驗證裡面呢 增加1到9 OK 那這樣的話到時候有個下拉選單出來 OK 然後增加三個按鈕 輸入 清楚 檢視 OK 然後呢 剛特圖這個工作表裡面 那我就增加 三個欄位 上面標題這樣 那其他的話呢 我可以把後面的欄位呢 稍微縮小一點點 為什麼因為到時候我在 增加格子的時候呢 會比較好 填上顏色 OK 間距可以稍微縮小一點點 這個間距大概調到大概 13項數左右 稍微把 後面的這些欄位 把它縮小一點點 OK 那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先試著把這個界面 跟這個 乾特圖兩個工作表 先佈取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 城市怎麼撰寫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